大家好,欢迎回到我Lawens的5MAS长盛投资民族 继续和大家更新市况股票的看法和有什么部署 如果要追踪我的频道的朋友,记得就给点鼓励,可以留言,也可以赞 有什么关于股票的问题都欢迎你在留言区留言给我,我也会亲自和大家解答 好,再更新近期的市况,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入市呢?如果有入市就应该留意了,近期市况就不一样,好像一直向下沉底的一种迹象 和大家看看我现在这个近况,好吗?大家看看吧 这个就是刚刚男生指数的一个情况,更新一些即市的新闻 其实我一进入AA stock,不是跟他买广告,不过这里有些资讯,我先拿来做记录 看到一个新闻,这个新闻就不是说行指,我是不是说行指 我是说另一宗新闻,比较吸引我的注目 就是说什么呢?日本福岛核废水排放见传媒 其实这件事就是什么呢?日本福岛核电站,大家都知道 发生了一些核事故 最近把污水排出大海,说很多国家反对 特别反对的就是中国 不说大家不太知道 香港在日本,对于日本来说 是全球最大的日本食品的入口城市 不要说是国家,是入口城市 这是第一,大家说很久了 大家知道第二是哪个国家? 第二原来就是中国 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的日本食品输入国 第一位是香港 你真是夸张 七百万人吃日本东西 等于中国十几亿人吃日本东西 消息一出,其实都很大 因为香港打算跟随中国 禁止日本的东京都等的食品输入 影响很大 你知道我们香港人有多喜欢吃日本东西 是吧? 寿司、水果、刺身 震惊到是什么呢? 最近我刚打算约朋友吃日本东西 我妈咖啡那些 我的朋友听到这宗新闻一出 就说取消取消取消 是不想吃辐射鱼 我可想而知是什么呢? 近期餐厅、晚市等等 其实大家都知道 都很安静 我走出去铜锣湾 晚上八点、九点以前人生行楼 旺角的人生行楼 现在又真是冷冷清清了 所以我自己也有经营一些餐饮 其实都在面对晚市 没有人的一个压力 实际情况就是这样 可能相对有钱一点的人 就真的有些去移民了 离开了香港 是吧? 其他剩下在香港的 有钱好、没钱好 有时都想去深圳消费 看到一些新闻超级夸张 过关时有很多人 又说深圳的商场可以变成香港的商场 全部都不是听国语 就听到广东话 反而在香港行广东道理 就听不到广东话 就听到广东话 是不是? 出去的人都挺多 即是离开了香港的人 回到大陆消费 大陆回来的有 但好像零保不了我们出去的人 那么多 于是万事很静 整体的经济都差 于是反映了在股票市场 在股票市场都发生了这个问题 好了 跌了几天 今天又升了一些 这一刻就17805点 升了182点 看看近期的情况 恒生指数升不过18000点 即是在17965点 都遇到压力挺大 OK? 下面就站住17500点 就是今天的走势 但其实呢 如果你拉长一点 一个月去看 看图 其实在2010,000点 压力很大 在8月头的时候 轻轻困一下 又回落 由2600到来 现在17000多 都差不多跌了15000点 15000-2000点 大概 差不多跌了10% 幅度也挺夸张 跌势也挺恐怖 似乎在17000点 就有少少支持位 我想短线的部署是这样的 如果真的跌穿17000 于是你一定是下一关 就是看16000 短线可能要避开一下股市 但如果它站在18000点 有一种向上的趋势 那我们当然是想 部署进市 赚钱 究竟有什么好股票 好的板块 可以吸引到我们 也有赚钱的机会 不妨和大家看看 好了 留意一些市场的动态 例如行业的分类等等 最近汽车股的表现 都声势挺厉害 特别里面有几个 大家不妨留意汽车股 例如理想汽车 蔚来小鹏等等 都挺厉害 甚至乎最近比亚迪的声势 都相当不错 在低位199 就说瞬间弹回到205元 最近的一些新能源汽车 发生了什么事呢? 新能源汽车 在大陆 发生了价格战 即是说 你死我活 不是你生就我亡 大家打价格战 一开打是什么呢? 原来就是Tesla Model Y率先减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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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有这种想法呢? 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些品牌 例如新能源汽车的Tesla 香港的Model X、Model Y、Model S 在大陆比较出色 做得比较好有上气集团 也有比亚迪、吉里、华晨等等 这些都是汽车股、广气集团 新进的还有理想、灵炮、蔚来等等 好了,百家真名 大家都想着是什么呢? 希望可以降价、抢市场份额 利润的东西再说 因为不是你死我忙 大家都断,受惠当然是消费者 但是同时地 当然是将旧式的车车 真是惨 那些车车就快没人买了 全部清一色搬去新能源汽车 于是乎饼越做越大 其实也不错 正所谓成行成市 炒兴了一个板块 大家消费者全部一窩蜂 就搬去新能源汽车 于是刺激了销量 各大车行有竞争 消费者受惠 最好是买多些车 将车车车转做电动车 整个板块是否都受惠 事实也是这样 最近一些股票的反应 新能源汽车也有些反弹的势力 也挺厉害 但是跟我们实体的经济 实体的销量有没有关系呢? 也有 想不想知道 究竟他们在大陆厂商的销售是怎样呢? 以下就是我在这个车主之家 做了一个品牌的分析 在大陆来说 就是独大的 就是比亚迪 大家有没有回到大陆呢? 你会发现很多的的士等等 全部清一色都是BYD来的 比亚迪的汽车 销量厉害 当你好像香港丰田 以前的Toyota 哇 霸了12%的市场份 真是无他 我回到深圳跟司机聊聊天 比亚迪是什么呢? 他们回答我通常都是 性价比超高 车便宜 十几万也有一部电动车 也挺英俊的 内窿也不错 外形也挺好的 充电的配套也很多 于是如何呢? 很多人都选比亚迪 性价比高 这是在大陆听到的一个资讯 好了 比亚迪是排第一 好了 接着就是上汽大众 即是上海汽车集团 长安汽车 这两只都是A股 好了 接着比较熟的是吉里汽车 接着再买下去是什么呢? 吉里有港股 还有就是华晨保马 就是华晨 最近有些消息说 华晨有控股股东重整 华晨就跟大家更新一下 华晨中国 1114 最近说控股股东打算重组 如果真的重组 就有机会作出一个全面收购的要约 全面收购的要约是什么呢? 我在其他片段也会和大家说 什么是全面收购 投资的机会是怎么赚钱的想法 我稍后会有些片段和大家说 这种玩法 好了 看一看1114 大家可以看看这些图表 1114 其实最近在7月的时候 低位都是2元 2元一路上升到现在3.2元 中间 别看笑 还派一次息 派1毫子息 不是派1毫子 派1元 现价3.2元 等于4.2元 上升了2倍多的一个股价 其实华晨堡是一只打劫价股票 我们很多学生都计得好 也入市赚了这些水 不单是赚价 还赚了一些高息 经常都发生的 高息股 最近我们有一只港亚控股 港亚控股我们赚了七十多利息 很害羞 用打劫价也计得到这些 好了 如果不说打劫价 我们说回生意 汽车的销量 赚不赚钱等等 好了 比较出色 你看到在港股里面 排头几位 第一 比亚迪 好了 排第五 就是吉里汽车 试试看一些分类 看一看 你会发现 如果我先说比亚迪 好了 看一看比亚迪 现在是220元 OK 留意一下 有个叫市盈率 大家都需要知道 34倍 34倍代表什么呢 34倍代表说 买了比亚迪 大概需要34年的时间 去翻本 听来都很久 但是 如果新能源汽车销量持续 盈利继续增长 因为买股票最重要增长 如果它下年盈利升一倍 今天还是34倍的市盈率呢 不是 如果它保持高增长 行业继续给它领先 盈利又升一倍 那下年不是34倍 是17倍 17倍 听来又不是很贵 相对其他汽车股 甚至乎一些是没有盈利 你想汽车 零跑 这些是相对没有盈利 听来似乎更胜一筹 更加稳健 好了 比亚迪是这样看 另外 也可以部署是什么呢 部署是一些吉里汽车 OK 看看吉里汽车 在上面 不在人民币櫃桌 OK 看看港股 港股是9.31 OK 9.32 OK 市盈率是16倍 一眼看它 市盈率相对上比比亚迪便宜些 OK 不过如果在大陆来说 吉里排第五而已 增长似乎没有那么出色 它其实有一个品牌 也挺出名的 叫做极黑汽车 有一辆七人车 在大陆的小红书网站 都吹得很厉害 就是说 拍着像香港的 Toyota Alpha Wale Fire 那种级别 很多人买的 极黑 吉里做了极黑 似乎在整个国家都排到第五 都不错 OK 但是没有那么漂亮的东西 卖得便宜些 现在是16倍的市盈率 其实吉里和比亚迪 如果你对新能源汽车的销量 继续持续上升 继续看好这个板块 其实部署这些赚钱的公司 相对上我觉得更加稳健 耐心更加安心 同时你也可以继续升幅 坐得住这些股票 以上我觉得吉里的想法是这样 比亚迪是这样 刚刚说到那种叫华晨 留意一下华晨中国 3.285低位升了倍多 连上特别升大约2倍 留意到市盈率2倍 不过在一个角度 这家公司是蚀钱的 市盈率可能不太值得参考 但是有一个叫市涨率 0.29 这就是类似一些打劫价来源的想法 那是什么呢 用2.29买1元的资产 这就是华晨中国 不是说赚钱 不过是说身家 身家买得便宜 也有赚钱的机会 以上就是一些对于港股板块 特别是汽车板块 最近牵起了一些价格战后 竟然刺激了这个板块整体上升 好了 如果您看好大市在低位已经沉底了 找到底部的支持 同时您有没有板块的部署呢 汽车股也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大饼 越造越大的大饼 你也可以部署一下 帮助自己财富增值 好吗 好了 以上一些资讯 欢迎各位 如果对的话 可以点赞我们的频道 可以留言 可以给一点点支持鼓励 让多些人看到我们这条片段 感谢大家的支持 下一集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